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莉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可以千变万化的恶魔 却心甘情愿为一对老夫妇建房子的故事 在一个偏远的山庄 生活着一对恶魔 她最擅长的就是魔法 而且还会七十二遍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捉弄别人 但却总觉得生活好像缺点啥 这天恶魔再次出门想要找点乐子 正看到三个强盗正打劫一对老夫妇 刀贼看到恶魔吓得一个机灵 直接把房子都给烧没了 接着一溜烟好了个美影 恶魔开心极了 可是老夫妇却以为恶魔是来帮助自己的 恶魔对着两人大吼起来 这一吼可不得了 树叶也掉了个金光 母鸡还下了一颗蛋 并直接孵化成小鸡 可高兴没过两秒 老鹰浮冲而下叼走了小鸡 这下啥也没了 恶魔一看 老夫妇竟然不害怕自己 还求着他要结束 恶魔一听也是没脾气了 将他们引到一个洞穴中 然后化身为一只蜘蛛 想要开溜 半路却突然杀出一只大蜘蛛 吓得恶魔赶紧现出了真身 却也因此炸开了洞口 夫妇二人抱着恶魔就是一通感谢 无奈的恶魔只好趁夫妻二人不注意 变成了一条小蛇 好不容易爬出洞穴 老鹰又飞了下来 再次恢复真身的恶魔 还将老鹰给撞晕了过去 老夫妇也再次追了上来 接着恶魔化身一只大鸟 结果没分两秒 就一头撞在了大树上 倒是没有晕过去 可是这也出不来了呀 惊疼恶魔两秒 下一秒恶魔将树连根拔起 一路小跑的回到了家里 迷迷糊糊中还将老夫妇二人带了回来 恶魔妻子一看那可是不得了啊 拿起拳杖一阵噼里啪的魔法 过碗瓢盆都自己去工作了 又连蔬菜西红柿都自己跳进了锅里 恶魔一见夺过拳杖就将老夫妇赶了出去 这时的恶魔也终于知道他缺的是什么了 于是在旁边建楼座房子 青山绿水依山而建 这下他也终于有邻居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